继苹果之后 手机品牌大厂三星 今天也宣布将会在20号晚上 举办新品线上发表会 外界预期三星可能会再推出 手机的新颜色 至于Galaxy的新机 可能明年才会发表 不过市场最新也传出 三星明年就要扩大自家处理器 在手机上的应用 多彩缤纷的色块层层堆叠 成一个个立体阵方形 手机品牌大厂三星 无预警寄出新品邀请影片 预计在台湾时间 10月20号晚上10点 举办线上发表会 透过邀请函的小彩蛋 外界也猜测 三星可能推客制化系列的冰箱 或是再推手机新色 虽然Galaxy系列的新机 恐怕还得再等等 但三星明年的旗舰机 Galaxy S22传出将要去高通化 全面搭载自家处理器 两种版本手机比一比 三星搭载自家处理器的手机 效能散热的问题 都和高通版的略逊一筹 但市场最新传出 三星的新一代处理器 已经解决两大问题 未来要在Galaxy系列的手机上 戒掉对高通处理器的依赖 目标明年处理器出货量 要增加到一倍以上 他们下一次世代的 手机晶片的产品 应该会去投单到TFMC 而且采用5nm的这样一个制程 这对三星Fungie的 未来的产能利用率的发展 显然是处在一个 相当不利的位置 所以说这一份三星就透过的 就是他们的手机晶片的 应用处理器提高投单 到所谓的三星Fungie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为了将Exynor处理器的采用率 从目前的20% 提升到50%至60% 三星的封测伙伴也扩大布局 南韩的封测业者Henamacron 就率先投资1500亿韩元 大约台币35.25亿元的扩产 另外一家封装厂 也斥资995亿韩元来做因应 同时全球晶片供应传出曙光 三星和Intel在越南的工厂 从7月因疫情部分停工后 现在都要力拼11月底全面复产 就是要跟上竞争对手 苹果的脚步 持续向自主化迈进 这里林维森林在红台北采访报导